看看R.L.是否動不動 剛才看到網友 說哪有那麼多錢 量力而為 又沒有拿藥牌 這些是申請問而已 我們會說的 例如木經眼藥水是藥 其實我跟R.L.在商場 也看到有些醫務所 中醫會跟他拿貨 中醫也會找木經眼藥水來處方 不知道會不會是我的啤梨朋友 也會發揮了一些效果 有呀 乾到很多人 那些是功德 所以耳朵越來越長 雖然還未夠 好了 我們今天去山西 山西 我今天一提 這陣子山西經常跳河 一天跳十幾個 我們衛大祖國說現在 做一些籃子 請人在橋上 盯著別人跳河 可以讓死吧 狂座 氾濫 不要說那些 你們又不是什麼的 Anyway 總有路向前走的 我覺得是人生 時局改變 當然會有很多不開心 但是 尤其是很絕的 譬如我昨天說過15歲的女生 我想一下 如果我有15歲的弟弟 不要說是我的孩子 如果他面臨這樣的困境 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也會 伸出援手 但是自己的爸爸媽媽都不幫你 那你那種絕望 作為那個 孤兒 真的 我真的 很 很難受 看見這些身份上 我也不說 平時也好 但港海有這麼說的 去到山西 當然我們每一年 很多網友會繼續問我們 究竟是甚麼時候搞得了 大家放心 OK 我明天 就會申請這個回鄉 即是網上申請回鄉 明天我首先拿了第一件事 明天我可以星期五 五月三一號 可以拿回身份證 幾天接受 原來真的很快 即是拿個身份證 證本 OK 那我特區護照申請了 本來他承諾五天 現在多人搞 可能要久一點 要我留意信箱 即是他要寄個掛護信給我 給我去拿 那我就申請了個回鄉卡 那到時我就可以跟你 一起回到大陸的神租大地 看看那些檢息 好了 我們先看看中國地圖 我們每一次 我們喜歡播的 我們今天 我不在這裡看黑龍江 你們 青海也去過 東北梅 青海也去過一點 今天我們 竟然去山西 山西 在河北旁 北京落其實也很遠 但是又接著寧夏 寧夏我們還沒去 OK 好了 大概大家知道 其實都是我們正正式式 是不是屬於中原的地區 我們現在入了中原 中原來的 好了 我們看看 九朝古都 山西 大同 什麼什麼 泰原 索州 什麼恩州旅良 泰原 楊泉 晉中 長治 我都不懂得讀這些什麼字 什麼 林 林 林 進城 那是什麼城 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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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懂得看 好了 九朝古都 你是九朝的什麼 其實那些也不是唐宋饒明清的那些大朝 是那些北魏 北周 齊 那些很細的五代 或者是那些 春秋 戰國時期 換那些 朝 OK 就在那裏做他的首都 太原 太原 就是 我們看古書 或者看網絡小說 太原 就是講 山西 山西 他簡稱叫進 為什麼叫進呢 就是因為他以前就是 五國時期 就是叫進國的所在地 然後到 即是 戰國 就 派屬吳三國 瓜分了一個進朝 然後 後來 所以 因為他叫 進就是這個意思 做了一個名字 就是進 OK 即是進成那個進 是啊 但是 進就是應該是進級的意思 但我完全對這些 沒有什麼認知 山西我正式有畜業青 小時候 山西畜業青 豆腐隊 你聰我都聰 還有 還有墳酒 墳酒都很出名的 是嗎 墳酒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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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些男人出去玩 阿正 很少聽這些女生說是 山西來的 很少 是不是 那是不是山西女生不漂亮 還是他們有錢 有錢 山西 因為大同是煤礦的 原地 很多煤礦 所以 常常聽這些女生 河北 河南 湖北 湖南 四川 很少聽說 我從山西來的 我都沒聽 我都沒聽過 好笑 OK Anyway 我們 一起去 山西你帶我們去哪裏看 首先 太原就是他的首府 即是 這麼順先進的 是啊 太原市區現在很漂亮 你那時候去是不是已經是這樣的 都差不多 十三位有沒有去過山西 有啊 你又去過山西 OK 喂 有沒有WiFi 有 OK的 有地鐵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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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他們的首府啊 現在的首府啊 三西的首府 龍城 不是 他講龍城是因為太原 是很多皇帝在這裏見到 所以就叫龍城 他這個地方叫太原 太原 OK 好 就是 如果玩山西要玩幾天 八天 八天 OK了 是呀 他被黃河穿越的 OK 那這條是什麼河啊 給黃河 這條就是黃河 是啊 哦 那麼這條橋是什麼橋啊 這條上面的橋 它那些納膠橋來的而已 主要都是南北村鄉 因為它現在山西都很現代化的 是 很有錢的 山西有錢的 這個省 OK 是 但是我看這些城市沒什麼興趣的 這裏呢 這個叫進池 在山西境內 其實這個進池很早的 他因為西州 基法建周成王 他是封了一個他的弟弟 然後他來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為什麼叫進呢 就是因為他的弟弟就有個親戚 然後就 就說他這個地方就是進 因為有一條進河 所以叫他做進 然後呢 這個寺院就是當時為了紀念 就是他的母親 就是那個弟弟的母親 還有 就是他的後口 他的寺院是祠堂來的 就是紀念他 祖先 祖先 而出的 那些亭台留閣 然後在後清朝 還有在明朝後來再翻新過的 現在這個也很漂亮啊 是啊 中國還有這麼多這些東西 這些亭台留閣 古色古香 很漂亮的 我來幫忙完 還沒的 保留得很好 這個也是 好在 這個也是進池來的 那些磚雕雕雕雕雕那些 好了,暫時忘記了 我喝第四杯水 你們可以繼續說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他那些磚雕雕雕 那些建築 都是進池的 所以可以下福的 都很漂亮 是啊 是啊 其實閉著 是 剛才我都沒有做測試 不過我昨晚做了 是 我為何這麼辛苦喝四杯水 阿正喝就行了 因為我們想 剛才有沒有45分鐘 應該有 有啊 有啊 我們看看血液是否真的變化了 可以的 好 這裏是哪裏呢 這裏呢 這裏呢就是五台山 那個叫塔丸子八塔 它就是 金五台 即是四大佛教名山 它是文殊菩薩的道場 要智慧就上去求他 OK 五台山 經常聽說五台山 五台山就是在這裏山西人 是的 就是山西了 OK 它是文殊菩薩掌管智慧的 那麼它五台山其實呢 它不是一個五個山峰來的 它是因為被五個平坦的山 包圍住 然後所以叫五台山 它那裏不是尖的 是平的 每一個塔 每一個山頂上面 是有一個寺院的 嗯 幸好是 這幾個呢就是它裏面的寺院 這個呢就是 它剛才五台山最標誌的 就是那個塔丸子 就是那個白塔 順志是不是走到這裏 順志就是來這裏 出家就來這裏 就是不是這個寺院 OK 這個是其中東台 東台上面的一個寺院 那時候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人在保護它 有啊 它有什麼名字呢 在這裏說的有寫的 皇帝也是要 不是在這個寺院裏保護它 又不是受徒徒 順志 順志皇帝出家就在五台山 好再去 這個就是南台 你看到它裏面 因為它其實 最高海拔就是三千米左右 三千零五十幾 所以它其實不是很高 它的矮就是二千四百多 它全部台都很平的 每個台上面都有一個寺院 為什麼這麼奇妙呢 這個山頂會這麼平呢 是啊 它本身就是這樣的 因為它平了 所以那些寺院才建得到 而不是特意整平它建寺院的 OK 好再去 這個南台 都是名稱時期建築 這些全部都是 這個是南台 南台上面還建過池 OK 這個西台 哇又不是很多遊客的 上映 少遊客過去荷蘭那些什麼景點 五台山其實是很多遊客去的 求生 不過呢 多數 因為其實 你有上過 你有上過 但為什麼一般的旅行團 其實就不會上五台 是 只是去他 那個五台山下面 因為這些五個台 是要另外乘車 再要爬上去才能上去的 所以一般的旅行團 都不會去五台山的五個頂 但其實這裡是很漂亮的 實在 說實話 不要說那麼多 今天呢 我和我們的老友記者 你不認識的 叫上演這個女人 聊天 他說呢 你搞團好啊 他說你很多什麼車啊 說很便宜啊 那我想我們搞團就不想他幫忙 我們有了 其實兩人團已經做完了 有了 當地接待社已經包完了 各位網友 上演小姐 包括我姐姐也這麼說 上演你真是吃虧的 昨天我跟上演說 大部份的網友認為你是 你這樣說 我解釋什麼 然後我完全沒有說 我姐姐說 我姐姐說 你上演你又是徹底的 你不見她是真人的 因為上演其實是怎樣的 各位網友 廣東無遺點 你明白嗎 今個星期六 上演會在我的studio 幫忙的 如果大家想一規 上演的真身 究竟她是一定二呢 親身上來看得了 好 OK 我認為 一個女人吃不下 對一個女人來說是一個武力 你知道男人很容易而已 不是說想吃 我們不會想吃女人 那麼Friend 但是 喂 你人說不來 喂 只要給我都不 什麼 或者是很難跟女人來說 OK 所以你們真是不應該 那麼大家 你不相信的 各位網友 星期六上來 OK 星期六我們開始炎血脫了 這個禮拜 OK OK 特別是五爺廟 是最多人去虔誠 求的 最靈驗就是五爺廟 求什麼 求姻緣 求智慧 或者求健康 什麼都有的 就是 五台山裡面 這五個台 其實不是那麼多女人團會 不是那麼多人會上的 所以你看到 很正經的 就是沒有什麼人的 OK 這個也是中台來的 但是 東南西北中 因為五個台 所以叫五台山 說話殊聖 我學佛 也不一定要拜佛 心中有 那些人經常 你又 殺人放火 奸人無略 然後拜佛 我覺得是找民族的 我覺得 我不是說那個廟 好嗎 好嗎 這個就是 這個白塔 就是它的塔園寺 這個就是 它整個五台 因為它最 揮鑽的 剛才第一張照片 那五台 就拍了那個白塔 是啊 它是五台山的 標誌建築來的 其實通常 就會由這個白塔開始 走上去 那五個台是不玩的 然後就走上去最頂的 那個 那個 字圓 是的 然後中間就會有 最底的塔圓寺下面 就是五爺廟 最山腳的位 然後就走幾百級樓梯 逐個廟走上去 去朝拜 這就是五台山的一般的行法 那五個台是另外乘車過去再上去的 OK 但是如果我不乘車上五台 那五個台 就這樣走這裏 我都不能夠說去過五台山 香港 通常就說 來了這裏就是五台山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登上去到 才是正真正正的 你還不去到 是啊 雖然你說 很悶 經常看寺院 但是你每個寺院的結束風格 以及你拜佛你 那種心態 你不會覺得悶的 其實我也會覺得的 因為這次去歐洲 看完兩間廟 經常在教堂之後 他跟著那些景點 過景點的教堂 他媽媽 我真的覺得很便宜 或者有些網友都很有心機 我不是 老實說 我已經可以想像到 如果你去五台山 走完那裏 然後你說 各位網友 我們上車 跟著去南東南西北台 我媽媽 那些有車的 那我坐在車上去打機 我也可以想像到 就是這樣 雖然我們 不過各個不同 這些我都是很隱瞅的 這個平遙有什麼地方 平遙是古城 中國兩大最完整保存的古城 就是和麗江古城齊名的 這補到什麼時候 這個都是名稱時期的 中國兩大古城就是麗江和平遙 是啊 我沒聽過 我也不知道中國有古城 平遙很棒的 它能保存的城牆 還有保存的建築風格 是最古老的 還有中國最早的票號銀行 就是平遙古城的 但是都是明稱時代的建築 是的 那麼再之前的建築 沒有保留到嗎? 那些要山西再北面 去到大同 它有些名城牆 有些不同的城牆 但是也未必保留得這麼完整 你想想 如果去到什麼周朝 秦朝那些 那些都破爛了 如果說唐朝那些都已經破爛了 譬如嘉禹關那些 那些就保存得好 那些不是明朝的 再早一點的了 就是唐宋時期的那些 但是這個是完整的古城出來給你看的 即是有城門 城堡 城樓 是啊 沒錯 外面的東西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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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是很完整的 即是以前 明清時期的人就是這樣生活的 是的 還有它最早的票號 它本身日升昌 就是清朝最早倒光時期的第一間 日升昌 日升昌票號 就是賴昌星 然後它在整個平遙裏面有20間的票號 即是現在的銀行 然後呢 後來再發展到去晚清 到了民國時期 就開多20間的 OK 都是在山西 不是 全中國的 這個就是最集中的銀行的發源地 但是以前的人呢 住在這些古城 又沒有燈又沒有電 真的很難兵收 即是晚上 就是點火的火燈 在燈籠上弄點蠟燭 是啊 它點火 沒有冷氣 真的很難兵 我想它好像沒那麼熱的 不是 它始終在山西 也是熱的 因為它那個天 因為它大同 其實它整個北方 都是那些煤炭的很大陣的煙 那天經常是彎彎的 現在也是的 現在也是的 因為你煤礦的嘛 不是 我只是想著那些 我只是想著那些古人他們晚上真的行人房 喂 又沒有花灑 然後走到那個井上 撈兩殼水 搓一下 其實我們早上的生活的條件真的很好 現在真的不會 不要沉浪 我們真的要 感恩 滿足 這些就是他們生活的 保留下來的 是啊 我想現在都用得的 現在是那些客棧來的 讓你住的客棧來的 就是載到新入面 是啊 它只是外觀給你保留而已 但實際上它裡面全部都有冷氣的了 OK 喂 那我們去到可不可以住這些 住這些 那股城裡面有卡拉OK嗎 嗯 有地方有卡拉OK的 就不理會是股城 坐車一點點 要去到市區吧 嘩 如果我們股城就卡拉OK 過了 過了就要穿股裝才進去 這樣也沒有的 好 就是 這個真是很完整的 是啊 很完整的 你看到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勇忠作變 那些全部都有那些成長的 在城門那裏 你都想像到 以往那些人拆開你的 passport 你怎麼想的呢 嘩 真是很難看的 好 再去 這個就是日聲窗票號 日聲窗記 他最早 是不是第一間呀 未必是呀 他本身在清朝道光時期 第一間就是 這間日聲窗就是第一間來的 今天我們為了 趕做節目 所以我的題目也很簡單的 大家回山西由上 那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我們就回來第六節的 和杜曼尼由山西 由下 OK 好 休息一會